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混费那样的大人物 妈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沈冰冰不过是个报错的 你 你闭嘴 这个乡乡来的土包子 简直是一种耻辱 我真后悔剩了你 新娘呢 新娘怎么快不给我送过来 你沈冰 我乡乡乡乡能五百万 要要要 肯定要要 瞧瞧 这就是今天的准新娘 看看 看看还满意吗 这个就是沈氏卫 对 不错呀 我有几分资料 快 我带到房间 我现在就要做新郎 再来过来 我就撕给你们看 退后 都退后 这个小奸人还敢威胁我 沈氏卫 烦了你了 你赶紧给我把钱都放下 我是不会嫁给这个老男人的 你就撕出这条心吧 你 奸人 别跑 都快追 我死也不会叫你们的 妈 他不会真的跑了吧 洛总财大势大 他呀 能逃出洛总的时候掌心 好了 别管他们了 今天 是你和霍总的大喜日子 赶紧回房间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今天 可得好好把握好机会 妈 你就放心吧 今天一过 我就是霍总夫人了 别跑了 你们神家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到我床上去 否则我会对你们神家不客气的 哥 睡什么大大 他给我下药 你看 怎么会这样 逃过了肥头大耳的老男人 我竟然还是被睡了 山沐不要跑 为什么要追上我 是你 顺时威 没想到啊 你竟然怀孕了 要干什么 我要伤害我的孩子了 要不是你去了不该睡的人 还怀了孩子 你以为你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好痛 好痛 你病了 我要伤害 我求求你了 求求我的孩子 我当然会救你的孩子 帮他把孩子生下来 只要想 至于大人 就让他死在这儿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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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世卫 你还真是命好啊 既然是对双胞胎 你要把我的孩子再去呢 你的孩子 很快就是我的孩子了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孩子 为什么 我这么多干什么 反正你就快要死 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 你要干什么 你 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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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当时与您工作一夜的女人找到了 她还给您生了一堆双胞胎 是吗 快点来去 就是你给我生的两个孩子 是的 霍总 这两个孩子 都是我生的 放心 我会负责的 以后 您再来跟我记住 是 霍总 五年了 我终于回来 什么呀 你没想到吧 我沈世卫没死 这一次 我要做你属于我的一切 楠楠伯伯 看妈咪给你买的衣服 好不好看啊 你不是我们的妈咪 你个坏阿姨 我们要去找真的妈咪 我是你们的妈咪呀 我妈咪才不是你这么坏女人 我们要去找真的妈咪 谢谢 该死了 两个建筑 跟他妈妈一样人讨厌 下午到院 这事别忘了 好我一定按时到 小心 小心 看看 书生了 走 阿姨带你们去医院 快走 快 妈咪 好可爱的双猫台呀 我的孩子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大吧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小朋友 这妈咪是不可以乱喊的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等会儿 阿姨带你们去找婆婆 你就是我们的妈咪 家里的坏阿姨喝醉酒的时候 让我们看过您的照片 你就是我们的妈咪 妈咪 南南北北再也不会让你走了 爸爸 就是你救了我的孩子 是我 你就是孩子的爸爸 你也太粗心了 怎么能让小孩子单独出门呢 这样太危险了 我的孩子会使用你来挂的 什么人哪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就作为你救孩子的钱 爸爸 妈妈不用钱 妈妈要跟我们一起回家 对 妈妈要跟我们一起回家 乖 妈妈在家等你们呢 跟爸爸回去 爸爸 家里那个是坏阿姨 不是妈咪 对 家里那个不是妈咪 小朋友 阿姨刚刚都说了 这妈咪是不能乱叫的 少工 孩子怎么样了 都怪我没照顾好他们 让他们受伤了 沈时薇 你在这干嘛 沈明明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 嗯 没错 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有问题吗 难道 他们就是沈明明 从我身边抢走的孩子 我认识 小冬 这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们家从乡下接过来的一个姐姐 她五年前突然失踪了 爸妈找了他们好久呢 姐姐 你说你这突然回来 也不回家跟爸妈说一声 她们可是干亲谁呀 是啊 是该回家一趟 好好清算一下五年前的事 你 小冬 既然南南北北没事 那咱们就回家吧 也是 南南北北 咱们回家 啊 妈咪 你在这里别走 我们会回来找您的 南南北北 来 妈咪为我们吃饭 快 两个小辈子 养了你们五年 连生妈咱们快叫我 张嘴 张嘴 怎么回事 少斗 你来的正好 北北不肯吃饭 他碗都摔了 你看 真的 爸爸 他傻伙 我是他自己摔的 与弟弟无关 是我自己没拿稳 北北一吞就掉了 下次注意 爸爸 我要去医院 去医院干嘛 去医院找妈咪 不行 那个人不是你们妈妈 赶紧吃完饭 回房间睡觉 我不 我就要妈咪 你要是不带我去医院的话 我就绝食 妈妈也一样 我也要绝食 绝食 我真的拿你们俩没办法 行 我带你们去 但是记着 这次不准乱跑 好 知道 爸爸对我们最好了 耶 沈医生不好了 外面又放你家属来闹事 什么 快带我过去 沈世卫呢 让沈世卫过来 是你 哼 你还记得我 不让你记不记得我妈 被你治死的病人 这个家属 请你冷静一点 你妈妈送来医院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我们真的尽力了 你这个佣医 我要让你偿命了 妈妈你没事吧 妈妈你没事吧 这是你那两个孩子吧 我要让他们是我妈偿命 啊 哎 父子 现在心酷缺血 急需RH出血 否则 生命将会有危险啊 我是B型血 沈冰冰冰是O型血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是RH型血呢 我不敢没有什么办法 马上掉到RH血 这不总息怒 我们已经去别的医馆取血了 但是孩子实际不多 时间太紧迫了 医生 我是孩子的妈妈 抽我的血管 你说什么 我是RH血型 人命关键 你直接抽吧 你是孩子吗 沈医生 直接进手 不能输血啊 RH血疼到了 可以输血了 那好呀 妈咪 我好疼啊 妈咪 妈咪给别的姑姑就不疼了 妈 难道她真的是孩子的先生母亲 否则 为什么对孩子这么关心 孩子也跟她那么的亲 就扎下这个女人所有资料 是 总裁 沈师妹 南娜和伯伯可都是我的孩子 你一个外人在这儿算什么 沈冰冰 你还要不要有 南娜和伯伯是我 是约淮胎生下的孩子 而你 只是个把他们从我身边偷走的小孟 是在放火山人的凶手 真是让你失望 我没有死在那场大火 闭嘴 想想来的影响 你就不应该被领回来 你一回来想抢走我的东西 当年抢走了我和少东工具一夜的机会 现在要抢走我们的孩子 他本来就是我的孩子 我要回我的孩子偏见你 因为少东会相信你吗 在少东眼里我才是孩子吗 你个乡下的野丫头 要该滚多眼 沈冰冰 该滚的的是你 亲子先定 少东 你怎么会去查这个 怎么 你很惊讶 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都不会查 所以死无忌惮地骗我 我 总裁 查到了 当年沈家比沈徐薇 嫁给洛适一番卧子 她逃婚途中 意外摔进了您的房间 与您共同意来的是她 不是沈冰冰 那段沈冰冰的视频 见封图像是合成的 少东 少东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 我是因为离不开你 少东 你是爱我 还是爱我的总裁身份 你自己欠你清楚 拖出去 别在这儿碍事 少东 是 少东 解婚协议 签了之后 你就搬进来这个孩子 如果我不签呢 那我的孩子 不会跟你有半点关系 我会给他重新找一个妈妈 我相信有的是人 愿意见解婚协议 五年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楠楠和贝贝 我不能再识弃她了 我签 你 既然签了协议 那今晚你别走 住下 啊 那 那我睡哪里 我跟你只是协议结婚 你别多想 我不会跟你睡长长 妈妈 快来陪我们一起睡觉 妈妈 快来陪我们一起睡觉 快来陪我们一起睡觉 太好了 这两个小伙伙来得太及时了 终于不用再面对火烧等这个火焰了 好 妈咪来了 爸爸怎么不一起去 伯伯要和爸爸妈咪一起睡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是爸爸不疼伯伯了吗 别家小朋友 都是爸爸妈妈一起睡 我们家也要 就要 好好好 爸爸妈妈陪你们一起睡 别闹了啊 好 你坚持一次 你的腿应该不是很严重 要不我给你治一下 这样你以后也不用总是靠拐杖 你 算了吧 我要想治腿自己会找你上班 好吧 那既然这样就算了 我晚点去找你 我们一起去看爷爷 他就在你医院住院 好 那我先去上班了 哎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霍老爷子病情恶化 现在正急着抢救了 霍老爷子 这不会就是霍沙东的爷爷吧 不行 我也去看看 我们还是在等家属吧 霍老爷子情况没急 怎么能够到家属来 现在还是蛮可为手术 对对对 听了原医生的 你可是年轻一辈 最厉害的医生啊 老爷子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能用药 你们这一针打下去 恐怕神仙都难救了 你一个小小的新人 也陪给我吃手画脚 我的医处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儿 只有乔医生和院长 申请了神仪比我强 而你一个小小的新人 怎么样我 我就是院长请回来的神仪 什么 不可能 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神仪 肯定是在吹牛 我现在没空跟你们在这里吵 老爷子现在要是再不做手术 恐怕就再也救不了 做手术 万一失败了 霍总追究起大家的责任 谁来承担 不如先拖延一下 等家属来了再说 闪开 让我进去 听袁医生的吧 他可是我们这儿 知名的新外科医生 可是 大门子 你就听我的一劝吧 你得罪不起何总 他叔叔是后勤不认 你得罪了他 小心他 找你麻烦 可是老爷子 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就不能用药 谁能做手术 你们这是用医害人哪 哎呦 吹两只牛 趁以为自己是神医 反正大家都不相信你 你能怎么办 就别小人上手术台 丢人献眼去了 史薇 你真的回来了 我太感谢了 乔学长 原来你也在这家医院呢 我都知道了 你们让 让史薇进去做手术 瞧一瞧为什么 虽然你是名医 但是也不能不管霍老爷子的安全吧 在这里 史薇的医术改成第一 没有改成第二 包括 我相信 史薇能治好霍老爷子 如果出了什么事 到时候你们不用了 我来想 你说你承担就你承担 霍总到时候怪罪下来 我们可背不起啊 我们又没有见过他的医术 你怕不是被他的美色迷婚了 你就做他的担保人 你 我会告诉霍总 唯一人承担 如果我不认 你们这么管 大被扫了 好 反正我不信他能治好霍老爷子的病 他要是能治好霍老爷子的病 我就会科同给他道歉 我就不信这个黄毛鸭 能治好霍老爷子的病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喂 喂 什么 爷爷别喂 好 我们好嘞 霍老爷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是你这么个爷爷 对是我 手术非常平衡 一般人很难做到 所以只为 我这是小乔 我怎么记得 袁医生说 只要沈医生 顺利把这手术 他就要下跪道歉的呀 对呀 现在沈医生都出来了 他为什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袁医生 如果你输入这样的话 就请你解决 我 我 凭什么是我 是道歉 霍总 您听我解释 这个贱女人 他不顾老爷子安全 给老爷子要硬做手术 这不是侥幸成功了 这如果是失败了 后果不堪持 他就是想害死老爷子 袁医生的意思是 想赖着不认 不是的 您听我说 敢当着我面 骂我老婆是贱女人 开除冤枫 赶出海城 控制所有医院 永不游用 是 什么 他竟是 他竟是总裁夫人 对不起 我 我永远不是太神 我不敢顶光夫人 您 您给我一个机会 您让我继续留待 快走快走 你看贺总都生气了吧 什么呀 没想到你竟然是总裁夫人 等等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 你的艺术真多长 那你要不要 艺术还挺厉害的 沈医生给你治治他 好 那就请沈医生 帮我治治退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回去上班了 等等 又怎么了 那男人是谁 你说乔瑞啊 他是我大学学长 学长 以后离那个男人了一点 我不想协议结婚期间 被戴绿帽子 霍少东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你不要胡说 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 那他为什么要帮你 沈医生 我看起来很像个傻子 霍少东 我和乔瑞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而且 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你没有资格管我和谁交朋友 你没有资格管我和谁交朋友 霍一拿个霍一呗 都是没有妈妈要的野孩子 我们有妈咪 妈咪回来找我们了 肯定是你们的妈妈 不要你们了 是你们的爸爸 找了我妈 不许打我弟弟 不许说我们没有妈妈 妈妈会来接我们的 吹牛 那为什么你们以前 都没有妈妈 来接你们的肯定是我妈 不是我妈 就是妈咪 她只是出国了 你等着瞧 啊 不许打我弟弟 妈咪 妈咪 别怕 妈咪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看看看 你们家孩子 把我们家孩子 打成什么样了 你们家孩子也太野了吧 两句不爱听 就开始动手打人 这样的话 谁还敢跟你们 在同一个要人上去啊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既然我们家孩子 确实动手打了你们家孩子 我们愿意赔偿 妈咪 她明明是打了我们 妈咪 还说我们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 还说您不要我们了 这位家长 你这样就不对了吧 你这样就不对了吧 这小孩子之间的小大小闹 你竟然颠倒黑白 说成是我们家孩子的责任 而且 是你们家孩子先出言侮辱人的 凭什么我们家先道歉 怎么着 我儿子说错了吗 他们俩可是要人公认的野孩子 没有妈妈呀 公认 我说八道的话也能是公认 也能拿来羞辱人吗 羞辱 可这不就是事实吗 如果他们不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 那么多年 他们的妈妈 为什么不来看他们呀 事实 没有见过他们的妈妈 不代表他们没有妈妈 他们的妈妈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 难道不是没有妈妈了吗 既然是真的没有妈妈 那小孩子有说错话吗 仲裁 不好了 两位少爷在救援员们打起来了 夫人你们过去 走 回去看看 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他们不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 那又怎么样 你们家孩子 对我们家孩子说的那些话是一种侮辱 已经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道歉 凭什么呀 凭什么让我们家孩子给你们家孩子道歉 你们家孩子也打了我们家孩子 为什么道歉不是他们 你们家孩子造谣声势 出言不逊 难道不应该给我们道歉吗 想让我们家孩子道歉 想都别想 我现在有打电话跟我老公 你们就服用了 老公 这里有两个野孩子把咱们家儿子打了 还在这儿逼着我们给他道歉 你赶紧过来一下 可是你们家孩子也动手打了我们家孩子 这位家长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这完全是两码事 打人的事情 我们会道歉的 可是 你们羞辱我们孩子的事情 也必须道歉 套歉 门都没有 他们两个就是野孩子 一部经常来 马克是没出现过 经常是保姆接受 不是野孩子什么 不许欺负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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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他们的妈妈 霍一男和霍一美不是野孩子 请你们向我的孩子道歉 你你们向我的孩子道歉 你是他们的妈妈 我看是一个爬床的后妈妈 我看是一个爬床的后妈妈 这儿有什么办法爬上人家爸爸的一个贱子 别敢在这里要不扬威 还真是可笑 你个欢女人不能骂我妈妈 哪里来的野猪竟然敢打我 放开我的孩子 好呀 你的孩子刚打了我儿子 现在你竟然敢打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知道我老公谁吗 我老公可是地产大亨 刘氏集团总裁 你们惹闹了我 我让你们一家吃不了多少糕 什么 你们家有钱 你们家孩子 就可以侮辱我们家孩子了吗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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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个疯动手指头 就可以让你们一家滚出海头 不过呢 如果你现在一边打自己耳光 一边跪下来求我 我可以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下跪求饶吧 不然 我可要让你们看看 我家的厉害 不可能 你做梦 什么 不想下跪啊 好呀 我今天非得敢求饶 住手 哎呀 霍总 您怎么在这儿呀 您是来收购这家幼儿园的吗 我们家老刘和你在商业年会上握个手 你还记得吧 打赢了吗 不 他们太菜了 根本不是男妈们的对手 他们太菜了根本不是北北的对手 不愧是我的孩子 你怎么能跟孩子说这些呢 怎么样 你有没有事 他们是您的孩子 就是你欺负我老婆啊 给孩子的 这个女人是您老婆 果然呀 您就是靠小三爬床上位的吧 否则像你这样的穷三货 怎么能攀上货重这样的人物 还无痛道了妈 排抖了两个孩子 刘夫人 事到如今了 你还在造谣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就是男男和北北的亲生母亲 不是什么小三上位 去把园长叫来 是 总裁 把园长叫来又能怎么样 难道还可以开除我们家儿子不成 我们家老刘可是这家幼儿园最大的鼓动 那就看看 我能不能开除你儿 怎么回事 去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敢得罪货总 院长 这对母子 不仅骂我儿子是没妈的野孩子 还动手打我老婆孩子 你看 该怎么处理 开除 这样的败赖 不能留在我们金总队的幼儿园 必须开除 怎么能开除我们呢院长 我老公可是刘氏集团的总裁 你要是敢开除我儿子 我老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三分钟之内 让刘氏集团破产 呦呦呦 你以为你是谁呢 就算你是霍总 也不可能随随便量让人家破产吧 我们刘氏集团可是地产龙头 不是轻易能看动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和我的孩子今天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要滚的也是你们 刘夫人 回去记得告诉你老公公司是怎么破产的 还在那说大话呢 就凭你 也想让我们刘氏破产 喂老公 什么 胡思破产 这怎么办 你这个贱人 都是因为你给集团惹麻烦 现在好了 大家一起完蛋 老公 那怎么办呀 你赶紧来我好害怕 公司股价都跌破发行价了 股东们把我的门都快挤破了 我哪有功夫过去 你现在赶紧跪下 给霍总道歉 求他高抬跪手 霍总 输我永远不是泰山 求你别生气了 求我 求谁你心里没输 对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您是霍总的夫人 他们是霍总的孩子 求夫人和少爷原谅我吧 还不滚 爱生的东西 霍总 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吧 今天事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多罪 求求你不要饶不留家破产 饶我吧 还愣着干嘛 拖出去 对不起啊 今天是我来玩了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如果不是你替我们出头 我们今天不知道要被欺负成什么样子 拜拜 我饿了 那既然南南和北北饿了 那我们就回家做饭去好不好 咱们出去吃吧 好 哎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先点菜 好 好 好 妈咪去下洗手间 你们两个乖乖坐在这里 别乱跑 好 哥你渴吗 一定我不渴 但是我想给妈妈来的饮料 好 那我们走吧 我的裙子 这是谁家野孩子 走动在看路的吗 对不起阿姨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裙子可是今年最新的走秀款 五百多万呢 你赔得起吗 阿姨 我替我弟弟对您道歉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哼 一看就是野孩子 交出你们这样的野孩子 你妈肯定也是个败类 你全家都是败类 你全家都是败类 不许说我妈妈还花 娜娜 伯伯 你们两个有没有事 妈妈 伯伯没事 妈妈 娜娜也没事 你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们家孩子走路不看路 哼 把饮料撒到我这块走秀款的裙子上 家孩子弄脏了你的裙子 确实是孩子的不对 但是小孩子确实不懂事 这样 你这条裙子值多少钱 我赔给你 你千万不要为难孩子 我这块裙子可是今年的走秀款 价值五百万呢 你赔得起吗你 瞧你这穷生呀 不是混进来偷吃的吧 这位小姐 我们不是混进来偷吃的 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就你们这样的穷贵 怎么来得起这么高档的餐厅 把啊把啊 把他们赶出去 我体贱啊 可不是什么阿摩阿 狗龙羞的气责 像你这样的穷贵 吃到还是拱出去的好 你凭什么觉得我们消费不起 我们就是进来消费的 凭什么赶我们走 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哥母亲来不起这个餐厅吃饭 就是混进来偷吃的 阿婆拱出去 我老公刚刚出去打电话了 等他进来你就知道 我们到底吃不吃得去这家餐厅 哎呦我好怕怕 你老公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能赔得起我这条裙子吗 哼 怕不是什么窝囊费吧 说不定还是个外卖员呢 既然弄坏了你的裙子 我们一定会赔的 我老公有钱赔得起 有钱的老公啊 不会是哪个老头吧 哼 看你这个穷酸样 八成是拍上了什么有钱的老男人了吧 哼 说不定还是爬床的小三呢 不许说我阿咪 你个坏阿姨 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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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才是小三吧 自己是小三 才会看别人都是小三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骂我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我老公可是海城赫赫有名的情少 我老公动动手指头 千千松松让你滚出海城 哼你等着 我老公马上就来了 今天你死定了 来个王八道 敢欺负我宝贝 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吧 老公就是这个小孩 他破了我的裙子 他妈妈还骂我 简直是岂有此理 不知道天高地厚 敢打我宝贝 得罪了我们亲家 让你们一个一个一个的 都别想在海城混下去 你个大坏蛋 不许欺负我妈妈 什么东西也敢拦我的路啊 拱一遍去 怎么样 朗朗别别 你们那有没有事 就是你个小姐姐敢打我老婆是吧 那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住手 住手 等等 有没有事 爸爸我们没事 这两个大坏蛋 打我们和妈咪 爸爸 北北北不小心把饮料撒到了 这个坏阿姨衣服上 这个坏阿姨就打我们 骂我们 还让保安赶我们出去 这两个大坏蛋还打我们 就是你动手打我老婆跟孩子的 对 就是我 怎么办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秦氏集团的秦少 秦氏 就算是你爹来了我也不放在眼里 你算什么东西 说大话谁不会啊 我现在就给我爹打电话 我再看看你有多厉害 等着 乖姐 有个孙女的机号是个大坏 对 现在过来 小子 我今天马上过来 你给我看一下 好 那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敢不敢来 喂 秦总 哎呦 霍总 您怎么会给老朽打电话 是不是合作项目有进展了 不知道霍总能不能赏脸 让我请您吃顿饭呢 秦总 你还是别来了 你那宝贝儿子可是说 你一来我就死定了 什么 那个臭小子口中所说的人 就是您啊 你还真是这样子用风 你儿子在这仗着你的事 动手打了我老婆跟孩子 你说 该怎么解决 哼 这个臭小子 真是有眼无珠 哎 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 这可是霍总 爸 霍总 他很厉害吧 爸 他有你了不起吗 既然你儿子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霍氏跟你们的合作 就终止了 既然你们那么厉害 想必也不需要其他家的合作了 没了合作 我还 有多厉害 霍总 这 这都是我轿子无方 求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家吧 你这个臭小子 还不快点跪下来向霍总道歉 霍总 霍总 对不起 都是几个女人 都是她支持我这么做的呀 她还打了你老婆和孩子 不怪我呀 这 老公 你在说什么 我们可人夫妻 你不要让我一个人背锅啊 霍总 现在就霍总 脱子以后 没有任何过去 滚 把他们拖出去 别影响我吃饭 是 快点 走 刚才就是她跟我们走 还骂妈咪 你也别开除了 乱出海车 对不起对不起 霍总 真的对不起 是我管家无法让你抽筋下了 还能滚 霍总 祝您生活愉快 用算愉快 我们先走了 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魏魏 我保证 再也不会让你跟孩子受到欺负了 嗯 好了 咱们先吃饭吧 少多 还是带他们两个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还打不要紧 要是南南北北被打出好袋 可就麻烦了 你说得是 走 我带你去医院 两个小孩都没事 可怎么慌人 放心吧 那太好了 我们回去吧 你也检查一下吧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我感觉挺好的 没什么他 不行 你也检查一下 只知道担心孩子 不知道担心自己吗 那好吧 我自己进去 你在这等我吧 石威 你怎么在这里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我今天可倒霉了 出去吃饭 结果被人打 怎么回事 谁干的 伤到哪儿了 怎么会弄成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这个行吗 绍冬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大好 你们刚才开始 乔学长刚刚得知我被人打了 所以请问一下 看看我的生事如何 好 打上此刻 乔学长是医生嘛 这关心一下我的生事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绍冬 你怎么生气了呀 为什么生气 绍冬 你干嘛呢 胡绍冬 你怎么突然 这里可是医院 你们这样不太好 以后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胡绍冬 我跟他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吗 可是他故意说那些话 让我生气 哪些话 你不用管了 霍少东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才没有 吃醋就吃醋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放心 我和乔学长之间 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普通朋友 我看未必吧 什么未必啊 我和他之间 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我也不喜欢他 你别自己想闹躲 那你喜欢谁 喜欢你行了吧 伟大的这样随意 看起来可不像是真的 好了 我们该去找孩子了 别让孩子独自待太久 妈妈 伯伯饿了 妈妈 奶奶又饿了 爸爸还没有带我们去吃饭 少东 你有空吗 爸爸下午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 妈妈先带您去 爸爸开完会就来好不好 好 妈妈 妈妈 妈妈饿了 妈妈 爸爸也饿了 好 看看你们两个想吃点什么 妈妈 我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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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给我们点这些吧 妈妈 看这边有卖剧球的 妈妈可以买一个吗 爸爸也要 好 那妈咪去帮你们买气球 你们两个乖乖坐在这里好不好 好 妈妈 奶奶要喝多的 伯伯也要喝多的 好 你们两个乖乖在这里等妈咪回来 奶奶 伯伯 你好 请问有没有看见坐在这里的两个小孩子 没看见 喂 少东 奶奶和伯伯不见了 伯伯 怎么回事 少东 我刚买完气球回来发现他们两个不见了 都是我的错 快点今天去雷批市长了 是总裁 少东 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们两个了 伯伯 你也别担心 肯定能找到 咱们俩分头去找 奶奶伯伯 你们两个跑哪去了 吓死妈妈了 你们俩怎么回事 跟你们说话听没听 出门在外不要乱跑 麻烦气球成什么样子了 听多不敬意 还太小 你也别太凶了 不凶点他们记不住 伯伯听说那边有卖彩色糖果的 想买回来送给妈妈 谢谢奶奶和伯伯 妈咪很喜欢 还知道给妈妈买礼物 没白头 行了 该吃饭吧 跟着我 今晚的慈善晚宴 你跟我一起去 我没去过这种场合 要不还是算了吧 晚宴要带女伴 难道你让我带别人吗 好吧 那我跟你一起去 晚宴还要穿礼服 刚好我要去天生商场谈收购 你跟我一起去 挑几件礼服 好 我去谈收购 你先挑准 喜欢什么就买 只这样看不见了 好 你快去吧 喂 那个土豹子 不许泡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这裙子是不能碰的 我们这可是奢侈品商店 你这样的穷酸土豹子 能有几个钱 就敢来这儿乱碰礼服 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 可我是来买裙子的 这不是怎么知道是不是好 就你这样的唇酸样 还敢说来我们店里买礼服 真是牛皮吹上天了 我看呀 你就是来我们店里试穿礼服拍照 好发朋友圈儿 吹牛逼吧 你根本就不是来买衣服的 更别说你根本就买不起 这个问题就不让你操心 我有钱 买得起你们家的裙子 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说自己有钱 那我还说我有呢 把这件礼服拿下来给我看一下 现在什么人都敢来奢侈品商店买了 你这样的穷酸货 还是趁早滚着去 别在这儿影响你做生意 也别自己留点面子 要不然看完了裙子买不起 岂不是很尴尬啊 我还真就买得起了 你少在这里勾眼看人帝 我们怎么就勾眼看人帝了 你不就是穷鬼吗 还穿牛皮说你买得起 哼 既然这样 那你就挑一件付款 让我看看你到底能不能买得起 把这件给我拿下来 那么麻烦干什么 反正拿下来还得放回去不是 这条裙子五十万 你买得起吗 这又是什么卡 你不会拿了个玩具卡糊弄我们吧 果然是拿不出钱的穷酸货 实际上的趁现在赶紧滚 别待会儿这玩具卡暴露了 可就丢脸丢大发了呀 那你大可以试试这卡是不是真的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看见了吧 我也有钱 买得起你们家的礼服 不是你们口中的穷酸货 真是一毛群 少骗人了 看你穿成这个穷酸样 怎么可能拿得出五十万买奢侈品啊 刚刚这五十万是不是支付成功了 怎么你们刷了我的卡 却不肯卖给我礼服 你的卡 这卡不会是你偷的吧 你怎么可能会有五十万 这是你偷有钱人的卡吧 偷 这卡是我老公给我的 不是偷的 还老公呢 我看啊 一定是爬哪个老男人的床吧 否则你怎么会有这张卡 请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说不定啊 就是爬窗的时候 把人家的卡 要不然 你一个小三 怎么可能拿得到那么多钱买奢侈品呢 不应该是金主陪你出来买吧 这卡还真是我老公给的 我才不是什么小三 你给我等着 等我老公来了 你就知道 哎呦 我好怕怕 赶紧把你那个老男人金主叫过来吧 这可是你自找的 别到时候人家来了 发现你偷卡 不给你买奢侈品 反而把你打一顿呢 好 好 我这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你给我等着 好啊 你还敢威胁我 你个贱人小三 别以为爬上床就能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我告诉你 贱人就是贱 丑包子 穿上奢侈品 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 他欺负我 说说看 他怎么欺负你 他说我是穷酸沃特包子 还说我买不起他们家衣服 我刚刚买了他们的礼服 他们竟然说 你给我的卡是我偷的 还说我当脚端爬上了你的卡 还打了我 你看 霍总 你们天上商场的店员 就这么做生意的 霍总 不好意思 都是下面那个 有眼无助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们一般见识 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你被开除了 滚啊 霍总 夫人 实在都别提 这个该死的东西 竟敢顶撞夫人 都是我平时管交无方 还请您亮姐 没事 夫人如果喜欢哪件礼服 我给你立马包起来 我 这帮人敢说我老婆穷酸 那就把这些全包起来 让他们看看 我老婆到底买不买得起 是 霍总 你疯了 这一件礼服就五十万 这全都包起来要多少钱呀 别担心 这才这个钱 更何况 我怎么可能让人把你看遍 霍总 我们回家吧 你真美 是裙子美 还是我美 当然 是你美 听说今晚霍总也要来呢 不知道他的女伴会是谁 是沈冰冰吗 从前好像也没有听说过 霍总身边有别的女人 应该就是沈冰冰吧 不然还能有谁呀 看霍总来了 这是谁呀 不知道啊也没见过 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 这才能攀上货统 霍霍 我先去那边谈生意 你要是无聊的话 就先吃点东西 好 你又是什么人 怎么会跟邵东一起来 我是少冬的妻子 为什么不会和他一起来 和他一起来 少冬竟然结婚了 那你是谁 哪家的 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叫沈世薇 不是像你们这样的豪门家庭 你们见过我很正常 这又是哪家 听都没听说过 你就是个小门想护出来的吧 这位小姐 我没有惹你吧 你看起来对我很有敌意 你当然没有惹我 我只是看你这样 像耍手段上位的女人不保安 耍手段上位 耍手段上位 你说清楚 我耍什么手段 靠谁上位 没有 没有 没有耍手段 你是怎么嫁给少冬的 少冬可是货家的继承人 他怎么会娶你这样 什么小货的程度算货 请你说话 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嫁给少冬 可没有耍手段上位 我看 是你自己想耍手段上位 所以才看别人 都是耍手段上位的 我还用得着耍手段上位 我可是人事的千金 能是你这样的想不想不比得了的 只有我这样的千金啊 才能配得上少冬 挨你呀 趁早和少冬离婚吧 别站着霍夫人的位置不放了 你不配 但我可真不能和少冬 他离婚了 岂不是让你们都得意了 不 你给见着 啊 霍夫人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这位小姐 我没有打你 霍夫人 我不就是不小心撞到你 把红牛撒到你身上吗 你竟于大听广路之下打我吗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真是可惜了你刚给我买的裙子 少冬竟然还给他买裙子 该死 要不是沈世薇这个贱女人抢了霍夫人的位置 这一切都得属于我 这种可惜 全身药都是很不少 你要是喜欢 咱们再来 你注意点 这里有好多人呢 少冬 你终于来了 你看 这是沈世薇打的 我不就是不小心撞到她 她竟然大听广路之下打我 你一定要认清楚她的真面目 这样狠毒的女人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给绷毙了呀 我没有 如果我老婆打你 那一定有她的理由 更何况 我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你自己打的自己 你为什么要嫁祸于她 我没有 就是她打的我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 就是她打的我 是不是监控的 是 总裁 查到了 是任思思把红酒扣到夫人身上 女夫人起了口角 她不仅自己扇自己 还嫁祸于夫人 不 你说我 就是她打的我 红酒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还有什么要照片的 红月 多说我不好 把任思思这种放进来 看你白白受欺负 这怎么能怪我 是她自己心术不正 在我做出这些事情 霍总 这个女人怎么处置 终止与任家所有合作 同志海诚所有合作 都不带你这合作 不 不 霍总 都是我的错 是王闺女心跳 求求你千万不要救任何错 不然我爸会打死我的 她们拖出去 是 总裁 不要啊 你放开我 不要啊 霍总 我妈 衣服我已经派人送来了 先换上吧 好 谢谢 薇薇 接下来的晚宴 我们就先不散茶了 你 少顿啊 我要去万豪酒店参加同学聚会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一会儿有个很正常的图要开 你先去吧 我忙完就过去了 好 那我先去酒店那边等你 她怎么来了 真会气 好怕这能在一个反正当车上 我早知道她来我都不过来了 就是 她可是出了名的百姓女 专门和有钱的老男人搞 你们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在这里散播谣言 这都不是事事 这还用着听别人说 我亲眼了 我上不下酒店呀 可是看见你和好几个老男人 拉拉扯扯 冷冷了 对啊 连连上次还在酒吧 她看见你和好几个老男人搞在一起 你为什么造谣我 这些事情我明明都没有做过 造谣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我用着着造谣帮你呀 你 哎 嘿 陈叔叔呀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挺贵的呀 哪个金主给你买的 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不是金主 我也没有金主 现在这些金主啊 都喜欢让自己的亲人 成为自己老公 谁知道这是不是您的小秦勤 哎 还有奢侈品包包 还摘一码是限量的吗 全球就只有两只 陈叔叔 这不会是你的金主 啊 金主老公 买了假货 为你充牌面的吧 哎 请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这只包是我老公卖给我的 不是什么金主 我不知道它有多贵 但是 我老公一定不会送给我假货的 如果你嘴巴臭的 就请洗干净一点 不要在这里空口造谣 水池杯 你打我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 如果你以后嘴巴还这么臭 我照样打你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你知道我在哪上班吗 你敢惹我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老公是谁呀 你又在哪里上班 怎么很厉害呢 我老公 可是温氏地产的总裁 我 可是在霍氏集团当部门厅理 可是和你这种 真够爬传的贱人 同样 哇 灵灵 原来你在霍氏集团上班 听说霍氏集团可是很难进的 是啊 我是部门经理 可是霍氏集团的 而且刚才听你说 你老公还是温氏地产的总裁呢 现在同学人混得最好的 还得也是你 还好 沈氏威 你笑什么 你怕不是听见霍氏集团 吓了 也没笑什么 不过 你们口中所说的霍氏集团总裁霍少东啊 刚好是我老公 你老公 你能不能别吹牛了 霍氏集团总裁 你也配 别在这白日做梦 是不是吹牛 等他来了 不就知道了 你说总裁会来我们同学会 你呀 可别吹牛了 喂 少东 你忙完了没 能不能来一趟万豪酒店 好 沈氏威 你真当自己是霍氏夫人 霍氏夫人我可是见过 比你漂亮 比你有气质 一个向下来的野丫头 一股穷酸味 你怕不是想爬霍总的床 得了异病吧 你呀 就适合爬老男人的床 你自己爬老男人的床上位 就觉得大家都是爬老男人的床上位的吗 你 住手 我 总 总裁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动我的女人 总裁 老公你忙完了 都怪我 没能早点赶来 把你收回去了 总裁 她是 沈氏威真是你夫人 不然呢 不然我是谁 你是霍氏集团员工 总裁 她叫李玲玲 说是你公司的部门主管 既然如此 那就派去非洲重树吧 重关不休 去非洲重树 非洲重树 非洲那地方 到底重的什么时候呀 那我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呀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需要重树 不是我需要重树 不能去重树 喂 老公 老公救救我 或是总裁让我去非洲重树 救救我 我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呀 你这个贱人 自身对我的事 你不知道 我或是得到我全去消了 今天也做啊 就是你一个贱人 得罪了我也得罪了人 霍总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并该扔老娘 对不起霍总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是卫贵 卫贵 对不起 我错了卫贵 零零零 你也不用下跪磕头道歉了 我看 你根本就没有致歉的诚意 拖出去 是 不行了 我错了我坑错了 对不起 霍总 我想回家 好 以后这种机会 再不来一把 我 你好 你 不敢跟我谈 我能不敢 你要谈什么 那去医院旁边的开飞机吧 你要谈什么 麻烦快一点 我还要敢去接孩子 你开个架吧 多少钱能离开少都 要 把她的孩子还给我 沈宾宾 你有病吧 那本来就是我的老公和孩子 什么叫把他们还给你 那本来就是我的 好 那换个手法 多少钱能把他们让给我 多少钱都不可能 沈宾宾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眼里只有钱吗 随时威 别给你表演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 随时威 你给我等着 随时威 我给过你机会 剩自己不要了 死了也是你应得的 好好的人怎么会出车婚 马上去查 是宋差 伯伯 你终于醒了 妈咪 你终于醒了 小董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别怕 我们一家人 再也不会分开了 你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抓到害你的凶手的 宋才 找到凶手了 是沈冰冰在夫人的车上动了手脚 才导致夫人的刹车失离出了车祸 但他现在人已经跑了 暂时还没找到 沈冰冰 他今天才来找过我 他找你干什么 他让我开架 想让我离开你和孩子 当然 我没有答应 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 他还真是异想天开 想用这种方式 当上我总夫人 薇薇 你别担心 以后这种事 交给我来处理就好 你别搭理他 出院办完啊 走吧 好 沈冰冰还没找到 你最近小心一点 下班后直接回家 沈冰乱跑 知道了 你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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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惠 你出院几天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 没有 我恢复得很好 哎 你先别出去 外面有人闹事 怎么又有人闹事 沈实惠 你可又是一乱做手术 害死我吗 我去看看 别别别 出来 不能失眠 我不会是我 你不会忘了 我妈是你害死的 你妈妈出院的时候 好好的 怎么会是我害死的呢 怎么不是你害死我妈的 要不是你乱做手术 我妈会死吗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只要你妈妈在我们医院 做个手术 出去之后 无论如何 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妈就是在你做完手术之后 我是之后才去世的 不是你害死的 是谁害死的 不是你的错 是谁的错 这医生竟然把你治死吗 就是谁会敢斗这间医院看病 治死阿不成 真是一点异德的危险 世卫 你还是先回去吧 跟这种人没有必要多费口舍 治死了人你还想跑 沈实惠你不许走 我没有要跑 你先放开我 去死吧 去死吧姐 金边 没什么事 总裁 查到了 任夫人身体一上不单 听说任思思的被赶出慈善晚宴 直接被她气死了 她一定是把任夫人死 会救于夫人身旁 所以才正领到事 这跟威威有什么关系 自己气死亲妈 怪罪到威威都伤害了 你们还想撇清关系 真以为没人知道这件事 跟你们有关系吗 都知道 还有谁 你的投伙是谁 没没有谁 想让我出卖冰冰 做梦 思思 你妈妈的事我也很心痛 但是 我不能替你讨回公道 只能劝你节哀了 什么讨回公道 你还看不出来 是谁害死你妈妈的吗 你妈妈的手术 可是沈时薇做的 要是做得好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去世 你妈妈的死 和沈时薇脱不了干系 沈时薇这个贱 我妈又不是听了 我没沈时薇害的 在这次长篇的事 才一时寂静呼吸 倒是沈时薇害死我妈的 对 就是沈时薇这个贱人 害死你妈的 要不然 你妈妈现在还好 好在你身边呢 这个贱人 我要让他跟我妈偿命 姐 我有一个办法 说 跟你策划这场 一闹的还有谁 都说了没有谁 别问了 从头到尾 就我一个人 你倒是傻子 以你这样的蠢脑子 怎么可能想得出来一脑 说 头火还有谁 想知道吗 我死了 都不会告诉你们的 不说什么 那你不要后悔 五分钟之内 让任家破诊 把任家所有人 干出害者 只愿意你认辞 既然你不愿意说什么 那就带着你的秘密 到监狱去 是 不不 我不要走了 我说我都说了 是沈冰冰 都是沈冰冰 他要给我说 是沈冰冰手术做的不好 我妈妈 将会以后一点小时 气死的 你怎么这么蠢啊 他这种谎话 你也会信 难道不是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 再敢出私下回应 我妈妈就是因为 这样将会被气死的 都是你 又是沈冰冰 这是因为我们不在的 偷出去 尽快抓住沈冰冰 是 你放开 你放开 既然他的同伙是沈冰冰 那应该还在海城 一定能抓住他 我会尽快让你抓到他 这段时间你小心点 快到放学时间了 我们一起去接 南南和贝贝回家吧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一起来接我们了 三天后有亲子出游 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 三天后爸爸有个正好回忆 让妈妈陪你们去吧 没关系 爸爸可以去接你们啊 你们跟妈妈玩的开心 不要乱跑啊 嗯 知道了 妈妈 我想去棉花桃 好 妈咪带你们去买 妈妈 南南是男子汉 可以带弟弟去买 别忘了上次你们两个乱跑 爸爸怎么骂你们的 还是妈咪带你们去吧 好吗 妈妈 走吧 哼 沈世威 我看你这次怎么跑 好 快坐下 啊 来 再一会儿 那我吃吧 沈世威 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 靠电八 总裁不好了 夫婶和两位少爷失踪了 还不可以找 就算把孩子放过来 然后孩子找到 是 总裁 你怎么在这儿 奶奶和贝贝呢 奶奶和贝贝呢 妹贝 妈妈这里是哪儿啊 我小姐姐啊 弟弟别害怕 哥哥保护你和妈咪 沈明明 你有什么都冲着我来 你绑架我的孩子干什么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 是你偷偷了我的偷偷 你就是个小偷 小偷 妈妈后妹妹是我 谁又把她生下的 到底谁是小偷 你心里清楚 闭嘴 还敢这么说 你不是小偷是什么 我好好当着我沈下现金 是你没有回来偷偷我的位置 我本来就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凭什么莫得回来 你还敢说我 你才是那个小偷 偷走了爸妈对我二十年的爱 抢走了我的 你还敢绑架我吗 你 别打死我 我打死死回来 快要不要回来 让你这种剑眼镜 在五年里让他回来 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说什么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我妈咪 你个坏女人 快放开我妈咪 你们看清楚 我才是你们的妈咪 她 沈时薇 就是个相散来的野丫头 马上就会死在我手里的剑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妈妈 你撒谎 她才是我们的妈咪 你个坏女人 快点放开我们的妈咪 果然是剑人生的剑人 你既然不愿意认我这个妈咪 但你就跟她一起死 沈明明 你有什么都照着我来 别为难我的孩子 你放心 你们家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她 我已经给霍绍东发消息了 让她一个人来废弃工厂 什么 沈时薇啊沈时薇 我倒要看霍绍东 会不会为了你一个人来废弃工厂 你这个卑微小人 要我看啊 霍绍东是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和两个孩子独自涉嫌的 你有时间盼她来 不如想想怎么求求我 我好让你死得痛快的 小东他一定会来的 霍绍东来了也好 我要让他看见他老婆和孩子 死在他面前 这就是他不选我的下证 你要干什么 沈冰冰 和你有恩怨的人是我 和孩子没关系 你别伤害他们 把我害成这样 你以为你自己有什么资格 和我谈条件 你这个坏女人 不许欺负我妈咪啊 妈咪也慢慢来保护你 你个坏女人 快放开我妈咪 霍霍 冲我的 恨你致辞的人是我 不是他们 你有什么都冲着我来 别伤害孩子 真是感人啊 不过 你们三个都得死 霍绍东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我好不容易才找回 楠楠和北北 他们不能出事 既然霍绍东还没来 那我就先拿你当开胃小菜吧 住手 你 你要敢过来 我就刷了他 沈冰冰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可以慢慢谈 你先放我老婆孩子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他们都死 照你这么说 我们是没得谈了 哎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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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 小冬 都怪我 都是我太大赢了 才要神明明抓住的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受伤 你要是醒不过来 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去 我发现 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如果用我的寿命换你能快点醒过来 我愿意 我愿意的 我只求你能快点醒过来 我愿意 我怎么愿意让你用寿命换我下来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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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少冬 你终于醒了 奶奶 怎么了 怎么了 明天下午有一个家长会 您和爸爸可以一起去吗 爸爸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会 让妈妈先去好不好 好 妈咪 家午的家长会 要记得开哦 妈咪知道了 妈咪肯定记得 拜拜 拜拜 总裁 这是金种能源源的 拓建投资方案 这个金种子幼儿园 就是北北和南南 躲在学校吧 马上通知下去 下午的行程 改为是金种子幼儿园 谈块钱投资 是 送餐 哥哥 哥哥 这有个宝费在帮忙 你带上 听说 钱总的老公可是幼儿园的股东 钱总还打算拿下那边那块地呢 到时候 钱家更是水涨船高了 那是自认 在幼儿园里呀 以后谁最终贵 那边是我们钱家呀 哪个死孩子 是我的位置 滚出去 阿姨 这里没有写您的名字啊 没写我的名字 好呀 我告诉你 就算没写我的名字 这里谁不知道 这就是我的位置 你们两个野孩子 也配跟我抢 不许欺负我弟弟 我们不是野孩子 我们有妈妈 你们有谁都没有 把父两个我再出去 你们干什么 你就是这两个野孩子的家长呀 这么穷色 难怪他们两个一点也离间都没有 没有我的位置都能吃 这家长会的位置 不都是谁先来谁做的吗 你凭什么说我家孩子 抢了你的位置 还有 他们两个不是野孩子 你必须向我的孩子道歉 道歉 就凭你一个穷鬼 也配上我道歉 我劝你要是识相的话 还是带着他们两个 甘心广化 我的孩子可是正经报名落学的 凭什么你说走就走 我告诉你 我们是不会走的 娜娜伯伯 坐 哼 我真是不知道这个学校 我要招生的 像你这样的贱民 也配报名落学 我告诉你 我老公呀 可是这个幼儿园的股东 我让你们滚大 你们就得走 股东了不起了 股东就可以随便欺负别人的孩子吗 我告诉你 我的孩子是不会走的 你不许进行啦 哼 这就是你教的好孩子 学人敢动手打我 我今天还非得开除了他们两个 我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动手打人 况且明明是你先动的手 我告诉你 你一个学生家长根本无权在这里开除学生 哦 是吗 我没有前例 那好呀 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等下来看看 我到底有那个行为开除了吗 喂 老公呀 我今天来开家长会 这有个家长吗 多多一个 他的孩子 可动手打我吧 大大这里有个患者 欺负我们和妈咪 你快点来 我就是从前面出来的 别别不怕啊 我马上过来 你需要口碰人 你这根本就是污蔑 哦 是吗 那你到底说说 我有没有打他呀 那你再说说看 他的孩子有没有打我 你 别的孩子都是父母来接 从来没见过他爸爸 那还真的是野种呀 哎呦 这人在后面睡多少野男人 才能生下来两个野种 不过可惜了 你也懂爸爸 没有成量 当下孩子的面 我麻烦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怎么 敢做还不反认呢 我今天还偏要说 你就是个都以男人生孩子的 狐狸精 这分离是赤裸裸的造谣 造谣 那你帮他说说看 那你这孩子爸爸为什么不来呢 说不出来是吗 那他们呀 就是没有爸爸 野种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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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我可以考虑放着你 不过他们俩 今天必须给我 什么打字 也非跟我的孩子在一个幼儿园 磕头道歉 你你做了 把他把我认识暗住 今天 我还非要你给我跪下认错 放开 住手 没事 我没事 爸爸你终于来了 爸爸就是这个坏阿姨 欺负我们 还让妈妈跪下磕头道歉 你还敢让我老婆跪下磕头道歉 呀 那就是你那个废物老公呀 人家是个残废呢 难怪从来都不来幼儿园 不过这样的废物老爹 有和没有 也有什么欺负 这位女士 请注意你的言识 你知道我自己面前站的是谁吗 我知道呀 就是这个穷鬼的废物老公吗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惹了我老公 你们都得死 敢问你先生是哪位 我老公是前世集团的总裁 只要顿顿手指 就能让你们一家人滚出海城 我劝你们要是实相的话 现在给我跪下来道歉 我还可以考虑放过你 五分钟之内 我要听到前世集团老产的消息 哼 哎呦呦 我好害怕呀 你这是吹牛都不带打草稿了 又不打草稿抓到自己是个什么名义 还能前世破产 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你个白家伙子 到底惹了谁了 我 莫少东 霍 霍总 你怎么在 这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老婆打我老婆 还要他跪下磕头道歉 你说能有什么误会 你个贱人 一天到我们的 就给我惹麻烦 你知道你惹的人是谁吗 跟你跪下来磕头道歉 不是 凭什么让我跪下来磕头道歉啊 不就是个四处烂倒的穷鬼 和他的废物老公吗 闭嘴吧你 你想害死钱家 霍总一句话 我们前世就要破产了 霍总 霍总 你行行好 高材贵手 都是这个贱人胡言乱语 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他 您别生气 求求您饶落钱是吧 什么 破产 我 我不是 拖出去 是 从今天起 让全家消失在海城 家长可以看得了吗 我们回家 今天的事 谢谢 就只是谢谢 我 没别的了吗 我 爸爸妈妈我饿了 是啊什么时候做饭啊 今天安选假就给你做饭 哦那我去做吧 哎出去吃吧 也好现在做也有点晚了 好 我先接个电话 我们下点菜 好 走吧 呦 这不是沈时威吗 你这个穷人什么时候吃得起这么贵的餐厅了 还穿的这么什么狗样的 该不是被哪个有钱的老男人包咬了 宝贝 这个人你认识 哎呀刘少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大学同学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身穷三屑 四处勾的男人 就想靠着爬男人的床翻身呢 这种人 多看一眼都晦气 今天也知道为什么你在这儿坐着 任强 靠爬床翻身上位的人是谁 你心里清楚吧 你自己敢做还不敢认吗 你这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是跟哪个演呗 你个坏女人 不许说妈妈会话 我的孩子才不是一孩子 你少在这里空口白鸭子造谣 造谣 你敢做还不敢认吗 我身边的这位可是海城地产龙头 刘氏集团的刘少 这样的大人物你平时想见都见不着吧 那又怎样 怎样 我现在可是你惹不起的人物了 你不要以为还在学校一样 处处压我头 处处压你头 宝贝 你长这么漂亮 怎么会被他压一头呢 难不成他还是笑话 这身段 不许欺负我妈妈 你这小野种还敢管我的闲事 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你 这谁来了都管不了 你自己当小三爬窗上位 才会看谁都是当小三爬窗上位 服务员 服务员呢 这位小姐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这样的穷鬼怎么进咱们酒店的 快把他赶出去 这位小姐 请您出示一下会员卡 他这样的穷鬼怎么可能会有会员卡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刘少给我的 万富人酒店一次性消费50万的国金会员卡 你这样的人就只有羡慕 这位小姐 请您出示一下会员卡 如果你没有会员 那我只能请您和您的家人出去了 我是跟我老公一起来的 他刚刚出去打电话了 麻烦您稍等一下 等他回来就可以拿到金卡了 是老公还是金主呀 现在很多金主都喜欢情人喊自己老公呢 今天陪我一起来的男人就是我的老公 不是什么金主 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金主 请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这样的穷酸货能嫁什么样的吗 你老公估计也是个窝囊费的 窝囊费怎么会有万富人酒店的会员卡呢 哎呀 长这么好看 可惜嫁给了一个窝囊费 要不这样 我呢给你介绍几个老板 这样下次你来吃饭 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吧 走我原案 还不快把他们撵出去 他老公就是个窝囊费 窝囊费 这怎么会有咱们酒店的会员卡 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就凭我是刘少的女朋友 你如果跪下来求我 我说不定可以发发慈悲 请你们在这吃顿饭 你痴心妄想 你别给脸漂亮 不许打我妈妈 你 我老婆 找死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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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世薇啊 他就是你那个窝囊费老公的 还是你用金主的钱包养了情人呢 沈世薇啊 沈世薇 你还真是欲求不满呢 没想到你有那么多男人还不够 这儿还有一个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这样收拾我老婆 霍总 你说她是你老婆 没错 她就是我法律医生的妻子 有什么问题 你个贱人 你害死我了你 霍总 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 我要知道她是你老婆的话 你就算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都不敢欺负她 霍总 都是这个女人欺负的你老婆 你要收拾她的话 我替你笑了 哎 她怎么吃的 她说妈咪勾引男人 还说爸爸是个窝囊贼 她还伸妈妈巴掌 还让妈妈跪下来磕头道歉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跪下来 一边伸自己巴掌 一边给我老孩子道歉 你怎么 还不跪下 梁少 我可是你女朋友 你怎么这么怕她呀 她就这么厉害吗 霍总 你别听她乱说 我可没有什么女朋友 就我告诉她 她是我女朋友 什么老婆这事儿 那都是在骗她 那 您要怎么想处着她 您随意 我完全支持 霍总 难道 难道他就是那个几乎所有龙堂 唐月霍氏集团的总裁 用了少女心中的梦 不是他还能有谁 你 这什么人都敢 我 审时外这样的贱人 怎么会怕让霍总这样的功夫 这样呢 你说什么 本来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来 这个机会你也不要 来人 拖出去 送到非洲当苦力 我 刘书 爱 不懂 刘书 你怎么说我 刚刚谢谢你 咱先去吃饭吧 好 你小子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在想事情 乔瑞学长 你也在这家医院啊 史薇 你竟然也来这家医院了 这真是没想到 这毕业后还能和你一块共事 我也没想到啊 这真是缘分 怎么样 这毕业这么多年 还好吗 挺好的 我刚回国 还想着最近有空的话 找老公学们聚一下呢 那感谢好呀 带上我 我刚好 也好久没跟他们一块聚聚了 平时乔医生对谁都不太熟的样子 怎么对一个新来的那么热情 肯定是那个新来的沈时薇勾引乔医生 不然他怎么会跟他那么亲密 沈时薇 医院人手不够 你去把住院部我都查了 那么多 没办法 都跟你说了 医院人手不够 终于查完了 沈时薇 那边有个病人 你去帮他串一下 终于是给病人看病了 好 我这就去 你好 您要看什么病呢 医生啊 我这几天总是吃不了饭 那个公众号上说我这肯定是得了胃癌 医生 我才六十岁 我可不想死呀 阿姨 这公众号上的文章都是骗人的 这样 我先给您开个单子 您先去做检查 咱们看一下检查结果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检查 你这个黑心的医生 你不敢不够治疗 还让我去做一堆什么没用的检查 我看你就是想骗我老婆的钱 不是的 阿姨 是这样的 您得先去做检查 咱们才能知道这个胃癌有多严重 这个病啊 它还分早期中期晚期 这每一个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 您先去做检查 好不好 那好吧 阿姨 您没有得胃癌呀 应该啊 只是天气炎热 您没什么胃口吧 你骗人 明明就是胃 你凭什么说我没事 这要是有事 你不是想害死我 阿姨 我骗您干什么呀 您这确实没有得胃癌 我也不能理您乱志 那个公众号上明明说我就是胃 你这个佣衣 你凭什么说我没事 阿姨 这公众号上都是骗人的 你这个佣衣 我看你是想害死我 儿子 你赶快不管 我要被这个佣衣给害死了 那位阿姨 如果您觉得我们医院的检查做得不到位 您可以换一家医院 哎 你这个小贱鸡子 你想赶我走呀 这不可能 我今天啊 我能不能回到她妈去了 哎 儿子 就是她 她让妈去做了一堆没用的检查 完了以后 她说妈没有病 这不是欠钱啊 那你的佣衣 没病检查什么 你是看我妈一个人来 想骗老人钱吧 真是误会了 这不检查 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病啊 你少不用 钱都收了 还说不是骗钱 这位医生 脸生啊 这脸道不错 身材也不错 这样吧 给你个机会 跟我 我警告你啊 我表哥可是海城大名鼎鼎的孙少 一个电话过来就能收着你 给你机会跟我 可别不是好歹 你想都不要想 这里是医院 嘿 你个臭娘们 给脸不要脸 还敢拒绝我 这里是医院 如果你们再活呢 我就要办公了 报警 别以为报警 我就会怕你 我表哥可是孙少 你惹不起的人 儿子 别跟他扯皮 给他给颜色瞅瞅 你这个独怕死妞 骗了我妈的钱 不肯跟我游算了 还敢打了我 我警告你 现在最好乖乖的从了我 不然没你好果子 你这个贱货 今儿还敢放强 看我不好收拾你 沈石龙 看你还敢跟我争男人 准备知道我厉害了吧 你们这是医院啊 我已经报警 你们就等着法庭的制裁吧 小子 你还敢报警 我告诉你 报警也没用 我表哥可是孙少 等他来了 你就知道我们是你惹不起的人了 十位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刚听护士说有人闹事 就赶紧过来看看是不是你这里 哼 这个男人 我看是你的聘头吧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嘴上所有都不要 那私底下不知道爬了多少男的床呢 这个聘头 肯定只是其中之一 你不解一闹 还在这造谣生事 等警察来了 有你好受 我警告你 我表哥可是孙氏集团的总裁 小明 你现在最好乖乖地跪下来 给我磕两个小头 求我放过你们 否则你和你这位聘头腿就要遭殃了 你做梦 想让我跪下来磕头求饶 你想都不要想 好 好 既然你们找死 我就成全你们 来人 把他们拖出去 开打断 让我看看 你会打断谁的腿呢 哎呦 哪个王八刚才敢打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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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表哥来了 看到你们敢这样对我 推都把他们腿打断 赶出海城 坐在 这是孙家资料 孙氏地产 这么小一个门会有人欺负我老婆 三分钟之内 让孙氏地产破产 你全家 还有你的表哥 都给我滚出海城 呦呦呦 你以为你是谁啊 海城首富霍少东 上下嘴皮子一碰 就想过让我们破产 赶出海城 吹牛皮 别把牛皮吹破了 那你可以看看 我能不能让你全家滚出海城 我们孙女俩在海城混了这么多年 你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你 就想让我们滚出海城 门都没有 你个臭小子 你到底惹谁了 孙总 你们家还真是教导远方 霍总 是刘大壮这个混小子 脑子不清醒 冲撞了您和夫人 我们一家子向您道歉 就向您高抬鬼手 就不要让我们损失破产啊 表 表哥 你说什么 他 他是海城首富霍少东 快点啊 赶紧跪下来求霍总原谅啊 回来咱家可真的就完了 不用了 今天 我就是让你知道 敢动我霍少东的女人 都得赶出海城 沈时威这个贱人 到底给乔瑞灌了什么迷魂堂 凭什么他这么维护你 还到老远跑过去帮你 凭什么 你那么用力干什么 弄疼我了 你手手伤了知不知道 赶紧上药 今天的事谢谢你 另一个男人是谁 他是我同事 也是我大学学长 学长 以前关系一定很好吧 今天看他挺出头的样子 肯定等你很小心 他那是见义勇为 再说了 这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说东 什么事 明天我要出差一趟 医院在宁城有一个交流会 说不好什么时候回来 我先跟你说一声 妈妈快来看我大的积木 好 喂 把明天会议地址全部改到宁城 是 总裁我这就去办 等等 给我插一下球铃 有位 等交流会结束 我们一块吃顿饭吧 好啊 等会结束的时间差不多 刚好吃晚饭 少东哥哥 你看他沈世卫 都已经跟你结婚了 还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沈世卫 让你跟我斗 这下让我抓住把柄吧 这下看少东哥哥 还喜不喜欢你 不愿意取消 去凤凰酒店 把南南北北也带上 是 金香 我的裙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把你的裙子弄成这样 对不起有用吗 这可是价值五百万的走售款 我今晚还要穿着它去晚会呢 你再拿给我弄脏 我还怎么去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的裙子 我一定会赔给你的 赔 你这一身成酸药 你拿什么赔 你赔得起吗 十位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小心弄脏了他的裙子 沈十位啊 沈十位 你真是一边勾打少东哥哥 一边又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 我和乔瑞只是清清白白的同事关系 苏妍妍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有没有血口喷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敢说你这位同事 对你没有其他信息 不可能 乔瑞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他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倒是你啊 怎么总往有夫之妇的公司里 怎么 知名女星也当小三吗 你 住手 薇薇 没事 我没事 少东哥哥 你竟然凶我 你忘记你之前答应过我哥哥 要好好照顾我的 从这个女人一回来 你就忘记我哥哥了 你三天两头够什么 三番五次谢过 你还有脸挺你哥 从今往后就别让我见他 再让我见到你一次 就给我滚出了海城 明信也没当 少东哥你 哎 谁让你走的 少东哥 你想怎么办 你打我老婆的事 还没算 那是他弄脏了我的裙子 弄脏了我价值五百万的裙子 我还要穿去晚会呢 不能怪我打他呀 裙子多少钱 我赔给你 我赔给你 那少东哥哥 这件事就过去了 哎 现在该想想 你打我老婆的仗了 那少东哥哥 你想怎么办 不愿意 他谢谢你 你想怎么提局 既然他打了我 那就打回来好 听见了吗 那打夫人姐的办法 还他警报着 啊 啊 谁谁给你一个字 啊 好痛啊 他别打了 小东哥 好痛啊 拖出去 三分路之内 让苏家破产 啊 妈咪 我好想要休息 师位 原来你孩子都这么大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沈世卫的丈夫 霍少东 这是我们的孩子 珊珊和贝贝 那你们很早结婚吧 孩子都这样大了 师位也没告诉 也不是什么大事 没什么好特意说的 没错 我们已经结婚八年了 对了贝贝 我们该对孩子们回去 也是 那乔瑞 我们医院再见 好吧 宝贝 该死的沈世卫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被少东哥哥赶走 把我害成这样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得拿到贝贝 先出去玩一把 是 总裁 盛世卫 虽然我现在跟你去协议结婚 但是协议期间 我希望你不要跟男的不清不楚 明白吗 华少东 连你也误会我是吗 我和学长清清白白 真的什么都没有 他看你的眼神 可不清白 华少东 你简直不可理喻 世卫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老是躲着我 是我男的做错了吗 不是 没有这种事情了 只不过最近比较忙 并没有要故意躲着学长 原来是这样 你最近身体不舒服 记得多注意休息 我下午还要离开手术 现在去准备了 好 学长再见 霍少东的说法确实各应 但多少有点道理 我都结婚了 还是跟乔学长保持一点距离的好 平时就粘在一起 上次交流会听说也是乔医生 要求一起去的 凭什么他这么在意你啊 肯定是沈世卫这个贱子 都结婚了还跑出来过大男人 不知在吃的东西 喂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给沈世卫找点麻烦 你是来看病的吗 怎么不进去呢 你来说话 你这个黑心运议 致死了我吗 必须有一个交代 你妈 哦 是前两天送来抢救的那个阿姨吧 你听我说 你妈妈当时上救护车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我们尽力了 十位 你当时不是抢做失误了吗 果然是你这个黑心运议 致死了我妈 如果不是你 我妈怎么会死 这位家属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们医院的问题 你 哎呀 十位 这年轻医生致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就不要逃避责任 要我说 你就给他赔点钱 让他走人 免得他在这儿闹事 我的医院机全不拧了 你还要逃避责任 你害死人还要逃避责任 运议 你飘光了你 我没有想要逃避责任 当时你妈妈送上救护车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确实尽力抢救了 这样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请您节哀 您这样再闹下去 也没有意义啊 您这属于一闹 我不信 你居然逃避责任 他都知道抢救失误 你还有什么话说的 你今天必须给我妈抢命 妈 没事 没事 我来了 总裁 这个人怎么处理你 既然还等一呢 那往后回向老师呢 动到监狱区呢 是 乔医生 你怎么才来呀 我好害怕呀 贤医 你刚才为什么退失位 你知不知道 刚才如果不是他老公 及时赶到了他 现在在拯救室里就是他 我没有 乔医生 你刚刚都不在 我都看见了 如果你实在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我们也可以掉监狠 你算有什么东西 敢被我老婆下手 你活你了 总裁 做这个女人 是他故意把夫人玩到上推 上次一闹 也是个贤医搞的狗 对 我就是推他了 怎么样 看沈时薇今天就算死了 也是他自有应的 他自有余辜 这个贱人 就是该死 贤医 你怎么变成这个人 贤医 我又没有惹你 你为什么要三番两次地害我 一咬 你抢我男人 你还敢说你没惹我 你说的是乔瑞 不是梦 乔瑞 我们明明是相互喜欢的 可是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以后 一切都变了 难道不是因为他跟我抢男人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之间只是普通同事 根本就没有互相喜欢 那你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为什么要看我 难道 难道不是因为喜欢我吗 同事一举 看到我打个招呼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沈时薇 你还敢笑我 这个贱人 你这个四处爬床 刀小床的见惑 你还敢笑我 看我专划你的脸 看你以后怎么会有男人 乔医生 你这个普通大学同学 就不要跟我老婆 做出找这种麻烦 对不起 是我的错 给你掀麻烦 学长 这不怪你 沈总 你不要不说 你才跟他道歉 凭什么 凭什么他沈时薇就能吸引你 所有的注意 明明 明明我才是待在你身边最久的人 小医生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种麻烦 那就由我来 把嫌疑赶出海上 任何医院不得录用 不出去 是 放开 放开 薇薇 我们走 等等 十位 祝你幸福 妈妈今天怎么没有去幼儿园接我们呀 不说每天都去的吗 对不起啊今天医院太忙了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接你们 下一次妈妈一定去幼儿园接你们 现在你们两个先乖乖回房间好好玩好不好 好 霍小医生 你这是吃醋了 谁吃醋 你没吃醋 你没吃醋 那你刚刚还阴阳怪气的跟人家说那些话 现在整个医院可都是醋味 你还说自己没吃醋 陈世伟 我跟你只是协议结果 希望你不要闹 那我今天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你也不生气啊 你为什么不回来吃 乔学长说今天的事他感到很抱歉 所以想请我吃饭 给我表达歉意 顺便呢为我压压惊 不行 你都说我今天你还跑出乱阵干嘛 压压惊犯的事我来请你 让他一个未人参加 你还说自己没吃醋的 你就是显夜吧 你又是 显夜 就是这个女人 你变成这样的吧 就是 就是这个贱人 不是他 我怎么会成这样 那你想不想复仇 抱歉 当然 让他痛苦欲生生不如死 正好 我有个抱歉 这两个是他的孩子 现在在金种医幼园上 懂我意思 明白 干嘛呀 包在我身上 神医生 这个有个变 怎么样 您啊 好吧 我马上过去 喂 奶奶 伯伯 妈妈这边临时有点事情 不能按时去见你们了 让阿姨或者爸爸去见你们好不好 不 妈 就要妈咪来见 就要妈咪 不要别人 妈咪上次说好的 好吧 好吧 那你们乖乖在幼儿园等着妈妈 不要乱跑 好 你好 我们家南南和北北呢 我刚才现在看 现在他们出去买零食了 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想是下场行人接走了吧 什么 怎么了 总裁不好的两位少女失踪了 是吗 还是会儿找 一天之天必须找到 是 都怪了 都是我不好 要不然 南南北北也不会失踪 别怕 一定会找到 我还是在去找找 哎 哼 你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要怪就怪你妈这个家 如果不是她把我逼到今天去 我怎么会绑架你们 你这个坏女人 不许骂我妈妈 你骂她什么的 我告诉你 不得要骂 我还要让她死在我的手里 如果让我爸爸知道 你欺负我们 我爸爸一定不会容过你的 那就走着瞧 看她到底能不能死我手上 沈世薇 想要你孩子活命 你就自己一个人来废弃工厂 不许告诉霍少东 不然 你就等着给你两个孩子收尸吧 你这个坏女人 不许伤害我妈咪 你这个坏女人 你这个坏女人 如果让我爸爸知道 你伤害我妈咪 你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果然是贱人 一样都很贱人 看我扎死 把你们扎成四五 等你们死了 便送你们妈来 看一眼 住手 别伤害我的孩子 妈咪 妈咪 爸爸妈 你最好是一个人来 要是被我发现还有第二个 他们俩的小面可就不保了 只有我一个 我保证 你先帮他们两个 把手机给我扔了 不许报警 妈咪快跑 妈咪 还有家了你 我赶紧去批我爸爸 沈世薇 你不会天真的你们会放过我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都得死啊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杀下来别过来了 我小冬 你不会希望你老婆死吧 有什么要求不可以提 你先把他放下 我的要求 就是让山石为死啊 我在手机要打到 丢出海桥 是 让开我 没事 没事没事 别怕了 小冬 我以为我再见到你 没事 以后出站的老师 第一时间跟我说知道吧 我 我只是太着急了 对不起 我只是怪你了 我只是担心你跟孩子爸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毁了 什么 险依这个废物竟然失败了 沈时薇啊沈时薇 这都能让你躲过 你还真是好命呀 不过少东哥哥最近对他是越来越好 不能再这样下去 必须尽早除掉他 来 慢点吃 妈妈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爸爸工作忙得晚点才能回来 夫人 总裁喝醉了 你来接他一下 好 我马上过来 霍少东 秦时你对我爱搭不理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我比水师薇那个贱人好一百倍 你在干什么 沈时薇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你能来的吗 王王 看你的样子 少东哥哥应该没碰过你吧 你跑到霍总的房间是想爬床吗 你 爬床 我是少东的合法妻子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等着 少东 我们回家 胡少东 我们是协议结婚 你这是违约 薇薇 我不想协议结婚了 我们真结婚好不好 少东 少东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昨天你喝醉了 秘书让我来接你 结果我来找你 你就抱着我不肯撒手 所以只能这样了 我抓酒疯了 那倒没有 不过 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 等我们协议结束之后 就把孩子的服用权给我 不可能 孩子方圈和你 我都要 喂 立刻给我查清楚 是谁散播谣言 这些人怎么都像是在说我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您好 请问 哎 真奇怪的 到底发生什么了 怎么了 今天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沈亿泽 你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做什么事了 我做什么事了 就是你当着霍夫人 还勾在他们医院 乔医生的事情了 已经被人曝光到网上了 这实传的谣言 我跟乔医生清清白白 怎么可能 你 novel 吧 卫位 你今天先不要上 �od 沈云 skin blue 那你今天先别上班了 来公司找我吧 你说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和乔医生明明什么都没有 刺激 我很欢迎你拿出来 宋财 抓到了 就是这个女人传的谣言 怎么是你 你今天见过他 你上次喝醉了 他想睡了你被我给拦住了 这要不是因为你害我好生 我早就和少东哥哥双醋双胃了 你凭什么觉得你也准备我睡 只要和你在一张床上躺一晚上 我们晚上睡没睡 我们都解释不清 我一声令下就能把你赶出海潮 你觉得我需要解释 把他推打断 赶出海潮 不要啊 少东哥哥 你不能把我推打断 我求你放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才能把我 少东哥哥 你说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这明明是我们俩上次出差拍的呀 放心 我已经让你留下了 我们先回家吃饭 爸爸妈妈怎么不亲亲呢 小孩子那问这个干什么 和我听别家小朋友说 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亲亲呀 好好吃饭 我去把他送你 我来讨个亲亲 华少东 希望你别忘了 我们是协议结婚 时间到了要离婚的 别嫌你太深了 对 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怎么办 哥哥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吧 弟弟 咱们得想想办法 不让他们离婚 请不吝点赞 许志集团 许志集团 代理新方案 老管能力喊准备 走 那就看见这个回路的关系 事位 你家里那位平时管了一言 这次难得参加大家聚会 待会儿可得多喝两杯了 哥哥哥不能喝喝哦 哥哥还得开车呢 哎呀 那有什么 我给你叫个代价呗 走 开进去 待会儿他们等着急哦 两位少爷 我们怎么在这里 妈妈来带我们吃饭了 夫人也在 那这是他吗 医书叔叔 我们爸爸是不是也在这里 再也别提了 那许总说的什么新方案就是下佑 我跟怎么说这边了 快带我去找夫人吧 医书叔叔 我知道妈妈在哪里 男男和北北不是说去附近玩吗 这怎么还不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妈咪 快去救爸爸 什么救过 我说东怎么了 夫人是这样的 总还别是下佑了 现在在客房里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在哪里 快带我过去 妈咪 男男知道爸爸在哪里 我可以给您带路 好 妈咪 就是这里了 你快进去吧 那我先进去看看 你们俩待在这别乱跑啊 好 知道了 妈咪 快进去吧 别耽误了 好 小冬 小冬 我身上 他身上好汤 得赶紧送医院 有人吗 谁把门锁了 楠楠 北北 是不是你们俩干的 楠楠 北北 是不是你们俩干的 快把门打开 要不然妈咪要花火了 小冬 你干嘛 我回约了 我回约了 薇薇 谢谢姐叔 也不想离婚 薇薇 你怎么在这儿 还不是你的两个好儿子吗 他让我过来救你 结果我刚进来就把门发锁了 薇薇 我们真结婚 不假结婚好不好 不 你得给我个时间考虑一下 多久 我需要知道多久 我才能等到答案 一周 一周之后 我会给你答案 好 秘书马上来了 你一会儿是回家还是回医院 我回 哎 小心 啊 王少东 别哭了 北北 没事 少东 你吓死我了 以后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好 我不保护你 也保护自己 少东 之前你问我 愿不愿意跟你真结婚 我说 一周之后给你答案 现在 不需要一周了 我现在就愿意 我愿意真的嫁给你 好 太好了 北北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总裁 女人查到了 是苏妍妍把凶刺杀夫人 结果误伤了你 之前嫌疑绑架少爷 和网上造谣权 也如苏妍妍在背后目默 只是 确实她 马上把她 少东哥哥 你没事吧 沈氏妍 都是你这个祸害害和少东哥哥 如果不是你 少东哥哥怎么会受伤 如果不是你 少东哥哥又怎么会把我赶走呢 闭嘴 苏妍妍 事与至此 你还在无形为微 你能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嫉妒成性 心肠歹毒 真有自取 少东哥哥 你在说什么 难道你要对不起我哥哥吗 你忘记了 你答应过我哥哥 要好好照顾我的 你不能对不起我哥哥呀 你哥哥如果知道你今天这个样子 也一定会失望头颠的 来人 我送你出国 冬决名下所有资产 全球奉上 任何企业部都合作 是 我 少东哥哥 少东哥哥 少东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谢谢观看